6月12日凌晨零时12分 贵州贵阳金开区一辆湖北牌照车辆 在卸载甲酸甲脂时发生泄露 目前已至八死三伤 当地一位村民阮先生欢迎了惊险瞬间 凌晨二十许 他闻到刺鼻气味后惊醒 醒来后发现公安消防等部门已在村里处置化学品泄露 他赶紧和家人撤离了现场 阮先生表示 直到现在都还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 不息不畅 另一位村民称他家四人不幸遇难 目前不并介绍具体情况 阮先生表示 发生化学品泄露的地点 是贵州三强新兴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在风暴云村租赁的一个仓库 里面用来存放该公司的化学原料 占地数百平方米 租赁已有几年时间 仓库离他家只有数百米远 目前全村村民已经全部撤离 事发点周围数公里 已全部隔离 凌晨五时 经相关部门现场环境监测显示 周边空气环境质量正常 据天眼查信息显示 该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 经营范围为批发油漆 稀石剂二甲本 甲缩权 工业酒精 截至上午 涉事公司并未有任何回应